好 今天白天天气还不错 不过到了晚上 福明报道 天气又要转凉 冬天不想喝果汁 不想喝冰的 其实可以温温的喝 不但对肠胃比较不刺激 在家也能够自己做 只是打果汁的时候 加入温开水或是隔水加热 就能够简单完成 要注意的是 柳丁拔辣 维他命C含量比较高的 就不适合 而且最好保持在 38度到60度之间 才能维持果汁的营养 冬天果汁不想喝冰的 热的也能 健康又好喝 苹果 胡萝卜都是适合加热的水果 在家里如果再加上温开水 就能打成一杯温果汁 胡萝卜 苹果 凤梨切块 丢进果汁机里 直接炸成汁 但还没完 把果汁放到蒸汽机里面加热 温果汁简单完成 而在家里DIY隔水加热 或是直接加入温开水 也都能轻松完成 还有像是蓝莓 草莓 蔓越莓 再加上苹果 也是温果汁的美味组合 免疫系统不好的人 然后还有就是 女性新起来的时候 其实喝温热果汁也都还蛮适合的 香蕉搭上温牛奶 也能打成一杯温热果汁 稍微加热牛奶放入香蕉 果汁加牛奶 冬天温温喝 肠胃不好的人 也可以试看看 水果都可以做温热的 只是像巴勒类的 我们就比较不见 因为巴勒的话 它的维他命C比较多 那加热之后维他命C会减少 营养师就提醒 也不是每一种水果 都适合温热喝 像是柳丁橘子巴勒 高维他命C含量的水果 就不适合 而温果汁也最好在38度 最高别超过60度 果汁怎么喝 冬天不妨试试温着喝 把握小诀窍 温果汁冬天喝 正是时候 记得黄金让陈广瑞在台中的 采访报导